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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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汉茜的珠宝讲师江老师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讲新的一个 关于新型珠宝首饰概念类型的Open Lecture 相信大家很多如果准备出国的话 对这个首饰的话都会有所了解 然后国内很多不同的一个院校 也有不同的一个首饰的一些类型 那在国外的话 申请国外的院校 我们主要针对哪一些类型进行创作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课程里头 分析的一个重点 我们项目可以往哪些新型的一些概念进行尝试 那这次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分为这几大块 一个是我们会对首饰的一个定义跟分类进行一个讲解 甚至简单介绍一下子 那可能不同的一个首饰类型的话 以后的工作属性也会有所差别 然后我们也会去看看当代首饰的一个历史 它是怎么样的 会做一个简直的一个介绍 从当代首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去 看到未来它的一个可能性 那第三块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个首饰概念类型 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那首饰我们现在在做的 比如说像今年有些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们毕业设计的一个学生 其实应该是指引着我们去思考 那可能首饰的一些类型 我们大家在尝试是可以怎么样去思考的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课程总结 关于作品级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方面 那现在首先我们开始先介绍的是 首饰的一个定义跟分类 首先的话首饰的话在国内可能大家看到的话 都会像我这个图里头的 就是像那个大妈满抢黄金 这个也是成了一个段子 就国外看到的一个笑料 对吧 就是黄金那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北京菜百吧 大妈满疯狂抢购 这个的话新闻上都已经放上来的 那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那传统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个首饰 在国内的话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 它首先是衣服在身体 或者是衣服上面的一些装饰物 就常规我们会说到的 比如说胸针啊戒指啊 项链耳环这些东西 然后呢 材料呢 就像黄金 黄金 然后这些归重宝石 体现了我们这种珠光宝器 穿金带银 这种对物质或者是说权力 一种欲望的一个追求 然后也反映了这种传统的这种 这种思维模式 对我们这种对首饰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 对吧 然后的话传统的首饰上面呢 其实都是根据我们所佩戴的这些位置 然后给它加以灌银的 但是到现在的话 当代的一个首饰 现在一个首饰 你会发现它的边界已经开始逐渐有点模糊了 我们可能很少说你会去在做创作作品集的这些内容 很少会这么去定义它 有的时候可能会夸张一些 像自己写的一个东西 那传统的首饰 在像刚才提到的 那它们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传统的一个首饰 它们象征了什么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般而莫名强调 传统的首饰是用来装饰身体的 它是以前人们 比如说身份或财物的一个象征 甚至是经验或者承诺的信物 像以前的话有用头发做的 它就是用来经验逝去的人们的一个 一种信物 然后的话也是 其实也是一种载体 更倾向的话是一种传统的一个美学的一个表达 那现在的时候我们更注重什么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珠宝分类 通过几大块的不同的一个首饰 我们去首饰的一个分类会有 fine jewelry, fashion jewelry, costume jewelry 还有我们强调的一个contemporary jewelry 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那fine jewelry它是代表着什么 fine jewelry的话我们这边这所提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珠宝 商业珠宝的一个类型 它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区分 因为毕竟商业珠宝倾向于市场 倾向于消费顾客 所以的话它其实对于不同的受众群体 商业珠宝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这边则写到了一个 luxury jewelry 这边则的话强调更多的是一个宝石 贵重金属或者是非常精湛的一个工具 我们大部分可能知道的像卡地亚 凡利亚宝这些的话 其实也就是属于比较 luxury jewelry 但它们也有稍微一端一点的这种 大众化的一个产品线 但是还是西津的那个分珠宝的话 肯定还是这部分 luxury jewelry 对吧 让人家觉得哇 璀璨多么 这个工艺的一个精湛的一个表现 像凡克亚宝的这种古壁箱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工艺 是还有比如说像那个卡地亚的这种报纸 也是他们家的工艺的一个代表 而且的话就是宝石的一个箱钱 也是非常的福利堂皇的 甚至到像土壁中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度保长 这种粒子了 它们也会加上一些这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一个综合材料的东西 但是肯定也是以这种稀缺性的这种产品作为辅助 这样子才能符合 luxury jewelry里头的这种贵宝石 贵金属 甚至是说可能是这种高级珠宝定制乳头 这部分高级高端女士 就是他们为了显示自己与各不同的一个身份 对吧 然后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珠宝 做了这种高级典 那在这一块里头的话 大家还可以去看看我第一个帮的这个案例 比如说陈世音 她的话其实是国内真正以做到这种商业的艺术结合的 还非常美的一个艺术家 我还是觉得她是可以称之为艺术家的 因为她虽然用了很多钛金属 然后用了很多宝石或者是年贵的这种宝石 但是她的一个工艺上的确是做得非常精湛的 那这种比如说这种高级定制类的一个珠宝的话 在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她主要是面对的一些高端消费人群 这些人群他们不会满足于市面上这种常见的一个珠宝 他们会更倾向你的这种带有这种设计感和个人想法的一些独一无二的这种珠宝 从而来凸显自己的一种不同财富跟地位 然后的话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高级定制的话 往往也是付出了高昂的这种设置费 或者是这种材料费制工艺费之类的 所以的话选材上面往往也会用一些贵重的宝石 跟材质使之整体全部都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平常消费不起的一个价格 那这一个的话客户的话 往往有可能会给你比如说提供一个宝石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卡尼亚那一个温莎夫人他们之前最早做的那个暴击 提供一个蓝宝石 然后去做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个设计 然后的话这个很重要的设计师就必须有超强的一个理解能力 还有沟通能力和专业能力 然后同时也要考虑到客户的一些预算 然后什么样的一些工艺表现力的这些东西 那才能会很好的跟客户的进行一个沟通 从而得知客户的一个需求 有针对性的会客户进行一个设计 然后的话那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 这一个的话Kristian Jewelry 它是整体的一个展示方式的话 你会看到它其实也是偏潮流的 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金属加工 但是它是配合服装潮流的这种表现 作为这种潮流的一款式的一种 从而的话它的这个金属的话 可能会是一些延价的一些金属 比如说你看在HMM啊DARA 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这种金属的一些手势 但是的话价格就不贵太过于昂贵 因为它是要搭配着服装潮流性 每次每年的话 换几个人大家的话就会换 换掉自己的一个配戴 那这类的一个手势的话 他们针对的是大众的一个消费群体 那设计师的表演主要也去思考的是 市场的一个购买量流行趋势 但是这样子来着手考虑 我要去设计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同时的话也会去考虑 那可能在这些生产的一个成本 那这一些商业手势的时候 我们同时要强调的是一个 它的一个抗佩戴型 它具有非常强的一个佩戴型 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传统的这种手势也是 它会具有这种佩戴性 那人家方便最常去使用它 去佩戴 这样子去符合销售的一个 他们的销售的一个观念和使用观点 然后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分类比如说是在孙主人 它跟刚才提到的一个克斯汀服装类的这种珠宝的话 其实是类似的 但是的话单独在拎出来是因为它所用的一些材料 你可以像比较前面的那一个桌子的话 它的一个材料会更加的一个廉价 用一些综合材料它的一个成本的话 把控整个产品的一个价格领路的话可能会更低 但是的话受众的话可能会更加扭轻化一点 但是的话 同时它的一个加工方式 可以看到也是跟咱传统的一个首饰的这种精工的加工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是用综合材料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继续谈到我们所说 对国外的一个作品集来说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要做我们的当代首饰 那当代首饰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如果是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学院现在或者是在北京在上海 也有经常很多的展览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当代首饰 那这个对很多同学来说的话 它可能就是有点熟悉 好像经常听现在 但是的话为什么这么做 可能很多人又不是很了解 那当代首饰的话 国外圣人这样去定义它的当代首饰是一种 面向至身体自我反应的手工艺实践形式 这里强要了两点 一个是身体自我反应 一个是手工艺 所以的话其实在我们做首饰的时候 我们经常的要思考的这一个 两个重点就是它的一个佩戴性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佩戴它 它跟整体本身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当代首饰跟其他很多艺术的表现形式 就是有巨大的一个差别 主要也反映在了其他手饰 不是其他的一个艺术 他们可能比如说像会画画在墙上的 或者是一些装置放在空间里的 但手饰基本上是唯一一个 一整体比较紧密结合的一种展现方式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人体的一些运动啊 形态啊去展示去表现你的一个艺术概念 去展示你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价值 那同时的话 首饰的这个专业跟传统的以前的一个金匠 是离不开的 就像那个之前听过那个当代首饰大师 奥特奥昆特里的讲座的时候 他就强调的是 其实他就是一个goldsmith 他自己就是一个金匠 因为你看北欧当代首饰发展过来的 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当代首饰艺术家 他们其实很多早期都是金匠出生的 然后在后续的时候 当代首饰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受了影响 开始去做这种当代首饰 所以的话 虽然说当代首饰我们可以管很多材料 很多形态 但是公平上的一个要求 对于学员来说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那这里的话当代首饰就强调 还有一个就是强调当代的这个概念 它是树立在目前这个时代去考虑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当代艺术 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那当代艺术表现其实有非常多首 那当代首饰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的话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很多当代艺术 其实是不开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建议学生们 多去看点当代艺术的一些东西 不要局限在这种具象表面的一些作品上面 那其次的话 当代首饰是一门独立的一个学科 再者当代首饰是由首饰与主家 自己参与以制作完成的 这个的话自己参与制作完成的 就相当的影响我们在本科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有大量的一些进攻基础的一些课程 这样子的话有助于自己在思考加工过程当中 去思考这个材料的应用 自己的主题形态上面的一些关系 使你最终的一个产品的展现 能更好地符合自己的一个冲作体谈 然后呢 当代首饰这里就提到了 那它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它可以是雕塑 它可以是餐品 它可以是建筑 和其他的这种门类一样 同时它需要有追求 有思索的挑选 你可以看到很多学院上面的 这一个就是官网上面 他们在里面说说 那个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想要什么样的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谈到 我们想要的学生是对首饰有思考的 有批判性的 有反思的 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说 每个老子我们做的首饰的时候 不能单纯的享用商业的这种 我找一些人数去把它拼凑出来 或者是做了一些它表面的东西的话 我们一定是要带着这种试判性 然后来去考虑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首饰 它们的这些意义 意义的一个亮点 你想告诉别人什么东西 最后的话 还是说到 那个当代首饰的创作的中心 它肯定还是围绕着 我们的一个人体本身 因为不像刚才所说的 首饰的这一个标签形式 是唯一一个在身体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展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特点 当然啦 那其实这个的话 也是所说的一个创作空间上面 其实是很大 有很多学生问我说 那配饰跟进的一个首饰之间 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界限吗 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 这两点其实也是 现在的这个界限已经是越来越某多了 当你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如果你的项目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延伸上面 其实有一些的话 会有一些化妆化 或者是用皮革 然后的话 你也可以做配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鱼石 鱼石有一个研究生的专业 就叫做Fational Artifactor 其实那个专业就包含一个就是说配饰专业的 就是香包类的配饰的跟珠宝的 其实都是可以申请的一个专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外的这一个教学当中 它们的一个包含性其实是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种学科的一个跨界结合 其实也是越来越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介绍了什么是 就是当代首饰以后 那我们来看看当代首饰设计的一个发展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知道 它可能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子 然后它的未来趋势会是什么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那十九世纪 所以新艺术运动改变了人们 对于首饰的一个价居观念 然后艺术的一个创作得到了一个改变 那为什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说 而不从更早的一个开始去介绍呢 其实前期的那些首饰的话 我们可以看有很多资料去介绍 然后的话很多也是从这种商业概念上 商业的这种角度可以去探讨的 但是从新艺术运动的时候 人们是从整个艺术的一个价值观上面 大家读艺术史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所了解 其实都已经有所短变了 就已经开始有所短变了 然后首饰这时候 就加入了更多这种 比如说工艺性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这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他其实在这个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 名字的话 我放在那个 右下角上 然后的话 他就是用了法郎玻璃的一些工艺 去开始去做首饰 虽然的话 在很多上面的话 他还是应用到法郎玻璃 做出了也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个金属工艺 但是比如说他的玻璃 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材质上有所转变 而我放的一个图 可能还是凭这种保释类 但是大家去看一看 他的一个大量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形态 跟他材料的一个名领 开始优秀转变 同时的话 对首饰的一个任务转变 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 因为帐后的经济 几副书学院就开始 每一个产生能发 几个重要的这种巡演 也是这种观念上得到交换 那促进了当代首饰的一个反忍景象 现在其实说到当代首饰或者是当代首饰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个是考虑英国 也不可能就是欧洲这边 比如说荷兰 对吧 这边的话都会做的是比较先锋一些 那当代首饰的话 在这个时期 50年代 60年代中这一块 艺术家就开始首饰 作为艺术表达的一个名阶 本质上的话 其实是跟新艺术的一种时期的作品一样 主要还是衣服艺术风格的一种表达形式 还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一种艺术形态 因为当时的画人们的一个思想有一个经过 所以其他的艺术品会发生的比较大 但是首饰才刚刚开始萌扬 那当代的这个首饰的一个转化 我们可以看到那早期他衣服 比如说像抽象画牌 当时抽象画牌的一个影响 对首饰带来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60年代的一个动态艺术 还有的话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金匠的话 会用一些贵金属来表现一些抽象的一个线条 那他们很多人还受到了 现代主义雕塑甲的一些影响 所以的话 会有这种比较强的一些雕塑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出现 对吧 其实有一些作品的话 你们会发现 这种平视也好 这种首饰雕塑感比较强 这种首饰也好 很多现在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做首饰的时候 还是往这种方向去再做的一些尝试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这种历史呢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去了解了以后 去避免一些 原来这些形态 或者这些概念 其实早就被以前的人玩意了 因为你看他们这些艺术作品的一个时期 比如说1960年 1980年 对吧 早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些东西了 那现在都已经多少人过去了 那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单待了 就像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桌上的小片池 那放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看他的一个作品 真的是规范了所有人的艺术的一种认知 但是放到现在的话 那这种艺术品可能开始做的人也多了 那这种就是我们在读艺术史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作者 他们在做这些创作的时期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那甚至的话 比如说还有波古艺术 其实对这种手势也会有这种影响 可能就更加了一些潮流化的一些手势 那60年代末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手势 艺术家了 他就用灰形的一个雕塑 表现人体的一个美感 强调了手势 开始去强调手势可以作为一个 独立佩戴的一个艺术品 那在60年代末这种想法 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一个前卫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形态的东西 在很多现代的艺术家里头 也会尝试的去利用 对吧?生理的一个形态的一个表现 那到60年代 80年代初的话 当在手势逐渐独立出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 真正的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 从艺术的 从手势的意义 当手势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那大家就开始更多的是 从手势的一个意义 手势的一些配戴形式 他的一个历史材料上面 动作的一些因素的时候 进行一些分析跟研究 去思考 为什么这个手势的意义 可以来什么吃 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不是有些新的一些突破 由此 那手势开始了 十无前列的一些 前卫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他的这一个的话 也是 刚才提到 比如说在阿姆斯特丹 为什么刚才艺术会发展得那么好 对吧 那很多这些艺术家 都是从 早期就开始进行了一些思考 他们去自以了 这一个手势作为身份象征 和投资的意义 这个投资存在的意义 相信在很多国内的人 在买手势的时候 其实也是为了 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份象征 和投资的这个意义 在 我记得之前还在做那种设计的时候 就是摄的第一支的时候 有很多人拿过来的这个大宝石 你给他摄行的时候 他肯定会跟你强调的是 我要突出这个宝石 我要那一个 就是 我要镶嵌宝石 然后 我要突出我的这个大宝石 所以一定 不要把它给埋在里面 就 一般都是 顶得高高的 让人家看到你的这个石头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还有很多人是抱有这种设计观点的 但是 在让你说 当在首饰当今的一个院校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题材 我们都是在考虑着 那首饰的一个价值的意义和摘 这一点的话也是一直我们在考虑的 那比如说像刚才还有提到的 这个艺术家所做的 他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去把首饰跟服装的时尚结合在一起 那其实既是一种服装配饰 其实也是一种首饰去凸显的 是一个人的性别的那种特点 那在对一个德国的这个首饰博物馆中 在六七年至八二年之间 也是做了一些 一些那个首饰 那小型的这种可佩戴型的一个物品 同时也是用一些年价的一个材料 那德国现在的一个当代首饰的一个发展 还是非常强的 那比如说每年还有那个 那个 Trunk 的一个当代首饰艺库展 基本上也是集合了全球当代首饰的一些名家 大家在那边拿出的一个展览 就是每年一看 到那个展览期间 你可以看到很多当代首饰艺库家 都会在那边拿出现 然后朋友圈里头就开始 然后你们要是出去读的话 有一些学校的话 就会组织学生一起去参加一个展览 或者是去留学 那七五年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 他其实就进行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尝试 就可能很多学生觉得 哇这个太可怕了 他把一个钢片 他把一个钢片挤住了自己的一个做钱币 我记得还有一个前半时间 前一两年的 然后 他是用了耳朵培养的一个耳朵在自己手臂上 其实这个的话我们也在思考的一个是 他可能是一种装置型的艺术家 但是因为他跟人体的一个表现进行一个结合 所以在当代首饰的时候 在讲整个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 那到八零年的时候 和恩兰开始出现了面目要设计背景的手饰艺术家 不同学科之间的这种跨界也越来越广泛 八零年代中期的时候 那欧洲的这些手饰艺术家 开始对廉价材料进行感到 这些趋势都对当今的一个手饰风格 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在这个八七年的这个展览会上的话 首饰就被确认为是身体的一个标志 腔调首饰的一个社会属性 那首饰被认为其实也是具有历史性的 社会性的情感化和艺术价值的 它不再认为只是漂亮的装饰品 同时是穿在身上并产生意义的一种标志 因为从首饰的一个历史概念上面 它所代表的一些意义出发 其实我们从很早期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有首饰了 原始部落的时候 原始人他们 比如说有获得一些奖励 或者是占胜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会把一些 占胜的一些纪念品挂在身上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早期的一个首饰的一个雏形了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把一些动物的这些牙齿 或者是什么的过来身上 这其实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首饰的一个雏形 那一步一步发展 当时的话肯定是代表着一种自己这种胜利的一种骄傲 也是一种地位的一个象征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首饰 因为它的一个贵重的一个价值 其实很多平民以前是没办法去佩戴的 只有有地位 有这种有金钱的人才可以佩戴 那到现在首饰的话 变成其实是普通人都可以去佩戴的一个东西 那它的一个受益 其实也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的就非常非常多了 这个概念上去思辨的这些内容去思考的 其实就非常多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首饰它同时 刚开始去衣服到其他的一些当代艺术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个雕塑 做一些雕塑感的这些东西 那以前我们在做这项目的话题的时候 我们也有讨论到 那那个首饰是不是在身体 结合的一种雕塑 一种宗旨 因为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会想着 怎么样去使首饰更加具有立体感 在身上具有立体感 所以我们也会讨论一下这种雕塑的一个话题 去展现当然有一个首饰 那等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又见证了灰金属和宝石的回归 已经新材料的一个选择和使用的这种复杂性 灰金属与宝石与叙事性首饰的一个相结合 重新补入了符号的一个形象 黄金和宝石逐渐从彼尸链中解放出来 首饰的一个装饰和象征的意义 重新得到纵石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刚开始 就是首饰的话 它可能会走向一个残料性偏差的一个极端 那现在的话 就算引入了这种灰金属与宝石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跟叙事性的一些首饰 是进行的一个相结合 它并不是像以前传统首饰概念当中 我们只是为了浮夸 为了美学上的一个好看去做这个首饰 但是我们也是去从这一种引入了这种符号 跟形象的一些这种概念 使这种贵金属跟宝石 也不是平常传统当中的一个这种权 跟富贵的一个象征 那901年代的时候 《慕妮黑》这边这的话 作品也产生过这种像非常粗犷的一个这种风格 他们会使用这种贵金属宝石与废弃木料 进行的一个结合 同时去挑战大家最美的一个认知 这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贵重金属宝石与废弃物跟木材 其实就是我们讨论的首饰的一个价值当中 对吧 首饰往往表现得富贵的 但是他用了这种严价的一个材料 进行了一个对比反差 那同时 这种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材质 也是跟首饰原先带给我们 它是一个美的一个装饰物 它是美学上的一种展示 所以的话 它从不管是从材料或者是 它从材料跟那个视觉感官上面 都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对比 去批判性的去尝试展示首饰 那发展到今天 经济的一个发展 互联网的一个出现 那让更多的这些当代首饰艺术家的话 让世界知道了 但大家都知道原来首饰 当代首饰原来是可以是这样子的 一个形态展示出来 那这个的话 艺术家们的这种风格 也逐渐地 模糊了这种地域带来的一个影响 使个人的这种选择 变为更加丰富多元化 那这个首饰的这一个方向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在早期 其实当代首饰的一个发展历史 其实还是比较短的 它是五六十年代 学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 它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 然后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 我们是在对一个 这个美学上面的一个思考 对它的一个价值上面的一个思考 所以的话 对这种社会行业干预上面的一个思考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去探索的首饰 它的一个可能性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在第三个部分继续讨论到 那现在的话 这种新型的这个概念首饰的话 大家都是在做什么样子的 它们的一个想展示 或者它们这些艺术家 这些当代首饰的设计师 它们的作品的一个脉思考的 批判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那在这里头的话 那首饰有非常懂的一个多样性 就像刚才提到了 首饰也开始有这种跨界的一种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饰当中有材料学 有科学 有哲学 或者社会学 经济学 基本上的话 涵盖了 可以去探讨的 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方方面面 那比如说 我首先去跟大家介绍 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首饰中的一个材料学 那为什么的话 会先说这个材料学 其实从刚才的一个 当代首饰的一个介绍 历史介绍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个首先 材料跟工艺 都是首饰当中 不可过缺的一个重要存在 材料的工艺的一个实验测试 其实这种模型的话 其实是检验的一个设计方案 可否实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同时材料和工艺 它也能更好的去展示了你的一个主题 就像刚才所说到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探索 项目当中 我们做的这个首饰当中的一个价值性 对吧 社会性 那我们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它都能提现到我们做的这个项目当中来 想展现给别人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 其实都很多 会用你的一个材料跟工艺水平 都有 那材料的话 我们讨讨到它的一个新型概念 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的话 我主要可能介绍的 就像是 比如说可持续性发展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所说到的 未来的这些材料 英国有很多学校都开始了一些新的 一些材料的一些专业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这些专业的一些产生 因为我们都更加希望说地球 对吧 有大的概念 我们说到这个 以后为了这个地球的一个 環保 为了环境发展更加 更加好 更加美好 更加美好 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那我们要做到什么 我们要减少浪费的循环 减少化学影响 探索一些清洁的一些技术 正当的一些生产 使整个资源的一个循环 走向一个正面的 而不是像我们可能 在国内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浪费 可能像我们的一个快递 对吧 快递的一个包装 它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源 很浪费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话题 比如说 还有生物循环 生物从哪一些方面去考虑生活 生产 那还有一些工业上的一些特别 那这个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 听起来可能像这种 材料学专业啊 或者是这种科技方面 比如说可能像工业设计 他们会经常去思考的一些方向 这种工业家居当中 这个 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浪费 这一些大量的这一些可持续发展 但是手势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新型的常识 去带给别人这方面的一个思考的 因为手势的一个 这个 当在手势当中的话 它更多的是去带是你个人的一个思考方向 你想表现的一个主题 那 比如说 从这个 墨西哥的这个主食 它们是玉米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 家居或者墙面的一个装饰物 对吧 它都是由这种 玉米 玉米皮上面来的 它通过了这个 这个品牌 它去在这个 跟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这个玉米种子 这种 这种改良中心合作 然后去为 六种极度病危的这种 笨地玉米去找种子 那 像平常的话 像这种 玉米皮的话 也是 直接 会浪费的 一个 比较直接的 一个能源浪费 往往产生的就是 比如说它的处理方式 只有焚烧 那焚烧 其实这种的话 就会产生 一个大量的一个 资源浪费 它是直接烧掉 烧的这边有耗能 然后还会有这种 排污的一个 空气排放的一个污染 那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能源节约利用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 它产生的这些东西 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回收利用 但它这个的话 就把这一块 硬皮的话 重新剥离 然后贴在这种材料上面 去做成这一个各种家居 那这一个的话 这种家居的一种实现 其实到后面就算是被弃掉 它也是很容易被降解 可在降解的 而不产生这种 二次的这种垃圾排放 然后的话 还有的话 比如说 像在服装当中 现在也有很多这一个的话 是用这种 养的这种细菌 使它发酵 产生这种很厚的这一个材料 然后它去晾干 去晾干 然后再去 做出自己的这一个衣服出来 它甚至的话 它的衣服可以 只要有模型 它直接晾干 它就可以直接塑形出来了 它不用浪费很多的一个 整理资源 也不用产生大量的一个 功能的一个消耗 甚至它的一个颜色 也可以再继续用 比如说植物本身的一些杆料 去进行一个孕染 所以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健康 有机的一个循环 那这个的话是 你可以看到材料学在 比如说在这种家居产品 在服装上面的一种应用 那比如说今年在圣马丁本科毕业的 有一个学生 其实他也是从这一方面去考量了 一个自己作品的一个方向 它是总要去做的一个常识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学了 我特地把它的 这一个它在印词上面 印词上面它放的一个这种 调理中或者是这个 sketch的一个过程 方向还有两张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译去印词上面去找一下子 它的一个一个作品 看一下去 它的印词上面 把很多的这个 濕度都有放上去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作品 它是用一个干燥的这种土豆 土豆 它去研究一下子 这个土豆的一个干燥 或者是一个加工的一个方式 它希望做的这个手势的话 是可以生物降解的一种足道 它用这种 永久的一个材料 土豆其实是一种永久的一个材料 大家知道就是国外 就是西方人 所以土豆的一个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然后的话 对吧 所以对他们来说 土豆的一个肯定是 其实就是会在生活当中 一种永久的一个材料 然后的话 它用这一个材料去替代我们生活当中 不可持续生产的 而且会一直被丢弃的一些物品 然后的话 它的一个作品的话 就是用这种土豆先去挖 你可以看到刚才这一张 右边的这个草图 它把土豆去了皮 去把它给切成小方块 然后找画去把它去挖出来 做成了一个像现在一样的一个塑料瓶盖 其实它的一个影感的一个方向 它表现的一个主题 其实是一个像海洋塑料垃圾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丢起了物 就是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塑料的一个制品 它就雕刻模仿成海洋垃圾塑料的一个形状 然后用天然的一些染料 比如说可以用像田太根 螺旋岛或者咖啡 可以对这些土豆进行染色 同时的话它可以在这上面去镶嵌一些种子 随着这个消费者时尚和品味的这个变化 那它的这个珠宝当使用者厌倦了以后 它就可以把它丢在自然界当中 那自然界可以把它的这个土豆完全分解 残料的话其实相当于回到了它们原来的一个地方 那它这里头的话所有的一个东西 全部都是有机可以永久去产生 也可以完全是这样解的 甚至它放到种植 还可以种植出新的一些植物来 所以的话从头到尾是一个良性循环状的 是一个良性循环状的一个利用 这也往往叫做一个从摇篮当中来 到摇篮当中去的一个循环 非常健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思考方向 那这个的话也是未来的一个探索方向 因为大家有关注一点的话 就会经常听到那我们的一个材料 未来的一个发展会是什么 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各种浪费 你可以看到它进行的这种土豆上面进行非常多的一个染色 模仿成一个塑料的一个材料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首饰当中的一个科学 那为什么首饰当中也会出现科学 那社会的这个变化当中科学也不停的在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下高科技的一个人数 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些相解很好 有很多的一些当代艺术的一些装置 其实都是开始运用到一些科技产品去辅助去表现自己的一个艺术概念 他们就会进行的一个创造性的实现了两个世界的一个完美融合 用独特的这种方式的话去重新塑造展现这种艺术 表达和强化的一种个性 就是大家如果有关注一下子一些当代艺术的一些展览 比如说像那个精神美术馆 他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历史观音机器 就是非常机械化 而且科技感挺强的一些艺术展览 这样给前两年这两年也经常会用 当代艺术的话 机械跟艺术的一个结合 那比如说这个艺术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 他的一个作品 原先的话很多是用3D打印出来的 所以流线感 液体感非常的一个强 但他新的一个作品的话 他跟一个艺术家 美国的一个艺术家进行合作 美国的这个艺术家呢 他是经常做这种雕塑装置的旋转运动的 所以的话他们就把这个服装秀上面的这个东西 也进行了一个结合 我这边这个的话 没找到 没有下来他的一个动态图 但他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搜索一下子他的一个作品 那所有身上的这个像羽毛状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都通过 不是通过 他就是跟随着模特的一个走动 身上的这个羽毛也是不停的在旋转的 就是有点像我们看图的那种示错觉 有种催眠的一个效果 他的一个服装的话 其实他就认为 其实将山地的这种技术运用 或者是这种生物材料 运用在时装上的话 其实完全突破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限制 那其实 时尚的话 他其实是艺术的一个表达 对吧 其实不光是一个美学的一种传达 所以不管是服装各种设计类型也好 其实都有他们的一个艺术感表达的一种存在 那他的一个作品的话 告诉人们 那我们的这个世界 时尚也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附加制 尽得起时间的一个考虑 非常的优美的一套服装 然后的话 嗯 我们来看看 在首饰当中 也有人 是这么去 去做尝试的 这个的话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的所有的一个装置 也是可以活动的 然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右边 他其实是做了大量的一些尝试的 大量的一个形态 然后 看看能不能把这小视频给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小视频在这边做声音 现在播放不了 但是我在下面的话也是放了他的一个 应试的一个连接 如果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在群里头 群里头到时候把这个 连接发到群里头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因为非常有趣 就是 他通过这个佩戴者的一个活动 他的上面的这个首饰的话 他的这些片片 就有了他自己的一个运绿 运绿在 是人体跟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 当然在首饰 我们有一个是要表现什么呢 就是首饰跟人体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 对吧 所以的话 他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首饰 跟着一起 一起在跳舞 当你配戴这个的话 那 人更喜欢像跳舞一样 在扭动着 那他的一个作品 跟着这个 跟着人的这个的话 一起在跳舞 同时的话 他这个的话 也做了一些像这种 装饰品式的 可以佩戴在人上面 也可以 挂在墙上 去探讨的珠宝 在人体内外的一种 动力学上的一个可能性 他是靠这种 物理学上 动力学上的这个平衡性 去尝试出来的 那首饰当中的一个哲学 那其实哲学的这一块的话 其实如果有学艺术史这个的话 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 那 艺术跟哲学的这个话题 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一个争执 对吧 大家一直都在讨论 那艺术跟哲学之间的一个关系 但其实在首饰当中的话 也是有一个方面的一个考量 他们大家 艺术家 也是在思考着 首饰的一个哲学性 哲学性的一个问题 当代首饰艺术家就经常以批判性 或者是自觉性 来研究珠宝的一个历史 或者研究珠宝整体之间的关系 特别这种这些思考 批判性思考的 其实可能更多的会提现在珍贵 对吧 我们所说的珠宝首饰是不是珍贵的 或者它的一个可穿戴性 之类的观点的一个治理 比如说就像刚才说到的人体动力学的 这个会活动的这个珠宝 那它的穿戴性 肯定不像我们所说的商业首饰式 有那么强的一个配戴性 但是它的一个动力学属性 它的一个概念属性 其实展示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我们讨论的珠宝和人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印象当中 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艺术家 他的一个作品的话是 他是现在在德国穆尼黑的一个艺术家 他在韩国毕业后 其实跟着奥托克林斯里在学习 那个不知道奥托克林斯里的同学 可以去查一下奥托克林斯里好吗 他是当代首饰艺术的一个大师 然后他做的这个首饰的话 在当代首饰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韩国艺术家 他喜欢去尝试的是首饰跟物品之间的一个界限 然后去研究他们之间的一个边界跟交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做首饰跟物品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然后进行了哪一些尝试 就像他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像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个物品 通过一个别针 一个圆寰或者是一个链子 他就把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小圆和的一个东西 转变成了一个首饰 其实收在这个盒子里头的话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好像就只是一个盒子 但是加上了这个别针 他的性质就又不一样了 兼具了物品跟凶针的一个属性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作品类型 就是外表其实是非常简洁的 看起来就像一个简单的圆盒子 或者是一个方盒子 但是他探索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物品的一个属性 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其实他的一个作品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思考首饰的一个功能性 首饰是为了双饰美观 还是为了财富跟地位 或者是他一定要对背某种根的形容 这个的话其实是他做了一些尝试的一个探索 所以讨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当代首饰的一个话题 主要会围绕着自己的刻意 对吧 而且他的这个作品是获得了去年的一个作品 那这边这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就再简单去介绍几个首饰当中的一个多样性 比如说会有工艺型尝试 对吧 这个的话也是 今年圣马丁本科毕业的一个学生做的 应该是一个中国人看的 应该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作品 用非常简洁的一个线条 金跟白色的一个结合 但是 他用的 其实那个白色其实是羽毛 白色羽毛 他去把这一个点缀 我们常规 常识下面认为的一个 固有诗尾下面认为的一个 蓝色的一个点缀 点缀 他去改成了白色的 那同时 点缀的话 这个羽毛一直都是一个 贵种稀有的一个代表 在以前 也是有权力地位的人才可以配戴得起的 但是 不好意思 但是他现在在做他首饰的时候 他的一个材料 其实他去收集了很多 就是别人不要丢弃的这些羽毛 比如说像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动物 对吧 他们会有就是有很多是羽毛 是被人家抛弃掉的 他会收集过来去检查去选取 他自己要的一个一个材料 那他的这个的话 他就是将真正持久的这些工艺通过 他希望能通过这种结合新的这种技术 跟新的一个材料 对这种传统的一个工艺品进行 一个调研尝试去思考未来这些新的一个工艺 或者是新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要怎么样去结合 才能满足我们在日新乐意当中 人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需求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 这次的话放了几个我觉得是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圣马丁的本科的学生辟设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黄毅的话就只有研究生 然后呢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像圣马丁这边这的话 他们本科的创作选题 或者创作方向的话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较贴合我们创作当中 所以说社稷还是从生活当中来 然后又能反馈到生活当中去了 如果说他的这个话题的话 这个学生的话题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有社会性一点的一个话题 他在去做的是更多的是思考 人的一个价值 人的一个价值是产生在哪一些方面的 那他去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探索 比如说 我放了这里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就是他用了一个 行卡的一个原型 对吧 是不是用金钱代表成一个真的一个价值 他还做了一系列 还有蛮多不同的一个表现价值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考虑到去思考的 那整个一个人的一个价值 人的一个社会属性 人的一个象征点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还有比如说首饰当中的一个经济学 它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选取非常有意思 当然啦 这个是在美国 大家可能也 看 猜不出来 一下子可能猜不出来 这个是用什么样材料 他是用的是美金 他是用美金作为材料做的一个手势 那当你知道这个材料的时候 你会去思考 对吧 那这个艺术家 可能在用这个材料的时候 他是花了多少的一个成本 那他通过他的创作以后 对吧 他定的这个价格也好 他的这个东西本身的一个价值 他的这个首饰的一个价值 究竟在于他所用的这个材料 还是在于艺术家给出的这个价值 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去思考 材料的一个首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问题 他是彰显财富地位的嘛 是不是 他是为了像以前是用宝石 用硅金属去展示他的一个价值 那当我用现在的这一个 现在的一个货币这一个的时候 那他的一个价值属性 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都是对于首饰价值 社会价值的一种思考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首饰的话 在RCAA上面的话 他们也经常在自己官网听到 我翻译了一下子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首饰专业的一个定位 已经不是单纯的中饰性首饰 而是转向了更广阔的一个范围 以实践和理论的方式 探索人类状况为中心的问题 挑战规范和自民观念 重视人文和社会现象 并作为应用艺术家要求 具备专业的动手能力 同时重视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 带来的科学技术 对首饰带来的更改变 并且能从生活当中发现的 丰富多彩的这种材料跟资源 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个性 其实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在上面的话 总结的提到的一些内容 一个的话 那我们的一个作品集需要什么 我们的一个当代首饰做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在作品集当中 需要去考虑到有生活性 社会性的一些话题 是不是 像里面刚才有一些这种案例 带来的这种人的一个价值 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 对吧 人的一个价值属性 对吧 然后的话 那比如说 在作品集当中 我们还要体现出 工艺上面 有首饰专业的一个精工的动手能力 和专业性 在技术上面的话 科技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比如说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学生 会运用到 Ryno 3D建模打印的 对吧 会有比如说激光切割的 就把很多不可能的这些 以前可能不可能手工去做的这些东西 变为了一个可能 那另外的话 就是因为科技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的一个 手势的这种材料 它的一个运用也会更加丰富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材料的可持续发展和回收利用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都需要大家在不断完善 调研过程当中 突破自己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思维 所以考虑到主题概念设计元素 跟材料之间的一个联系 把最专业的自己在作品集当中凸显出来 那最后的话 我们在这边这段话 会进行一下课程总结 对吧 作品集的一个特点 首先刚才提到的 我们需要有探究性的一个设计 就是针对一个主题方向的 上面的一个了解 然后的话 材料性的这种设计 软件上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可能性的一些探讨 那这里的话 我可以再具体举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有学生尝试着用工业的一些方式 因为很多学生现在是跨界 比如说这个学生他是从工业跨界到了首饰的领域 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陶瓷类带 或者是一些纯尼科类的一些学生跨界想尝试做首饰 其实在作品集里头 你作为一个跨界的学生 你有很多可以跟首饰专业不同的这种优势 是可以在这个作品集里头展示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不同专业的人去学习的话 其实是老师他们也想看到的 因为你能带给首饰专业本科这种本科专业的学生 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跟失误到新的这个课程当中来 所以的话能带给别人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而且也刚好符合我们现在所一直所说的一个跨界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学生他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原来本科的一个专业进行的一个结合 他通过调人的是现代的人大量的运用数码科技 对吧会对人的各个身体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 所以的话他用了这些电子的一个一个TIS器 大概15分钟左右吧 会去想一想 会震动一下去提醒大家 哦时间到了 你要注意休息 那比如说像这个学生的一个特点的话 他就更倾向于观察社会当中的一些现象 他去他的一个灵感来源是来源于一个新闻 一个老年人养了一个娃娃 就是那种像成人那种玩偶似的 那大家的定义上可能会觉得 哇好像听起来这个消息有点 这个老年人的思想有点危险 但是呢其实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孤寡老人 他的爱人跟他的小孩其实都已经过世了 他是孤寡老人 所以他养的这个小孩这个娃娃 其实他是当成自己的女孩子来对待的 那这个同学他的一个思考 他去发展去思考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呢 那这些孤寡老人 以后又会面对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对吧 他们会害怕一些什么 那他去思考的是这个社会性 这个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社会消息 大家对这些老年人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 去做的一个手势 比较具有这种社会性的一个思考 那比如说去年也有学生 他是做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用了这些天然有机的这个材料 进行了多方的一个尝试 刚开始的话其实是用市籽去熬的一些火焦 然后的话不停进行的一个材料上的一个尝试跟突破 那比如说还有同学他是关于食品专业的 以后之前的话也经常做一些这种实验性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把他的一个原来的一个端页的一些特点 跟商务进行了一个结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模特佩戴的这种手势 其实他是可以活动的 他像那个 他像科学家在做实验时候 他的这个水平线 他是可以在不停的一个调整 那他有做的这个项目的话 是从基因科学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基因 他可能这种变化的对接 他可能都会产生一定导致人的一个特点 产生一些变化跟不同 所以他去分析了关于基因的这些特点 然后去做了一系列的一个手势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去分析出来的这些形态 可以组合成一个小的方式 也可以单独拆开佩戴 就能突出展示给别人 像基因一样 它是可以不同的组合 不同的一个发展 那最后的话 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一个冬日宁 冬日宁的一个课程的话 会从2020年2月4号 开始大概10天的一个时间 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再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这边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课程开设 有很多是跨界的一个课程 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就刚才提到的 那很多专业来说 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 其实很多老师都喜欢一个跨界的一个想法 而不是在一个史乌桶里头硬砖 所以的话我们的一个冬日宁的话 会有很多这种跨界的一个课程 一起合作开展 首饰的话 这边就像刚才总结的 我们也开展了一个新的一个课程 这个的话就像是首饰当中的一个公益学 因为我们除了新的一个材料以外 那带首饰仍然需要传统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工艺 然后的话 我们会一些传统的一个法郎的一个工艺 跟一些新的一个想法进行结合 那人们现在习惯的这种知识叠加 对吧 我们有那么多各路的一个信息 但是这一次冬日宁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结合当代首饰的一种秘境 是传统的一种法郎工艺 当代首饰做成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结合方式 也是未来首饰当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圣马丁学生毕业的一个课程 他是用翠鸟 是吧 传统的一个翠鸟 也翠的一个工艺 跟现在西方的一个神免 跟他的一个当代首饰的概念 进行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工艺 在当代的一个义经下 当代首饰的一个批判探讨的一个思路下 可以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的话是自由提问答应的时间 大家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可以发到那个群里头问我 大家有问题吗 可以发到那个群里头问我 我会尽快给大家回复 大家都没有问题吗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Open Lecture的话 就先讲到这里啦